今年是龍年嘛對不對 所以立法院因應實力 開始變諸樓祭公園 群龍萬五 不是龍都是恐龍嗎 這龍都是Jagon 不是龍 那這些恐龍裡面有一隻龍 要證明他是霸王 這霸王龍告訴你 這個立法院 這裡面主宰諸樓祭公園的就是我 當然就是韓國瑜 霸王龍其實行蹤 不是那麼好掌握的 所以昨天開工的時候 大家沒看到 但是今天就告訴你說 我就是霸王龍 昨天的時候傅崑琦 正要說他是巡翼飛彈 那巡翼飛彈跟北韓金小胖一樣 試射好幾次 不見得每次都會成功 所以他就突然之間 又試射了一個巡翼飛彈 叫做十七日要開臨時會 食安的一個報寶 這裡面他告訴你說 我呢不要小看 我也是一隻龍 結果沒想到早上的時候 韓國瑜幾個字而已 他又告訴你說 因為議程還有時間關係 不開協調會 不開正常學商 這東西當然一般來講說 打臉了整個傅崑琦 對不對 可是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告訴你說 豬樓去公園裡面 我說的算 我是大哥 我說的才算 這是韓國瑜的展現 因為你看上次的時候 黃國昌在那邊吵到底要六號還是十六號還是二十二號 二十三號 對 結果也是韓國瑜十八分鐘 看我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十八分鐘開板 今天他也不跟你事先談了 一個公文一個簡訊就直接出來說不開就不開 這個東西證明了誰是主場 因為創下本來大家都覺得這是國民黨提的 國民黨提的韓國瑜好歹大家都是自己人 那既然是國民黨團提出來這些大家自己人是不是好商量 但沒想到韓國瑜就直接趴了一個就直接直接這樣出來 我現在是侏羅紀公園裡面的霸王 是是是 所以這裡面是我的主場 那竟然是主場之後各個小龍群落 我是議長是超越的 所以他已經展現出了這樣一個氛圍 所以其實我也可以預期以韓國瑜來講 大概現在他已經發現說他重新站到了一個新的高點 而這個高點裡面霸王人往頭一抬霸王人勢力很好 他看到更高的地方 所以他會有所擺現 有所改變 有所進化 然後所以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的我就超越了黨派 但是後面會被給國民黨一點點的東西 那就不一定了 完全是他其實不是打臉富崑期而已 他是展現這是我的主場 所以先前的時候你民眾黨 你們想鬧我也會展現我的主場 但是民進黨不要太高興 哪一天這隻霸王龍突然一咬下來的時候 換民進黨也不知道他會出什麼奇怪的牌 倒是在這隻霸王裡想ailed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庭倫會 超過三次霸王